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6月12號凌晨,Sony終於舉行PS5相關訪報會 入面終於公開了新主機的愛盈 同時亦為大家帶來一系列重量級的大作 今次公開的遊戲我就相信更加貼近大家的口味 今集遊戲情報科,我首先會就主機、遊戲及個人意見分三個部份 時間軸上亦有相關的說明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及主機消息 而星期三就會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花生新聞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即是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首先講講這條影片中,你不會見到甚麼資訊 遊戲主機暫時未公開價錢,未公開推出日期 而今次的發佈會主題就是Future Gaming 所以亦沒有提到大家關心的向後支援問題 如果你想看這幾方面的東西,我想我暫時都幫不了你 好,講回發佈會先 今次一開始就出了Rockstar 的 Logo 當大家滿心歡喜的時候 然後它是放出... GTA 5 的 Trailer 我跟你說,我看到這裡我立即走回去睡覺 當時就是凌晨4點多 作為一個未來遊戲的發佈會 第一宗新聞竟然是一隻七年前的遊戲 你說多麼未來呢? 唉,好,我轉個另一個角度說吧 起碼大家會開心一點 講一講遊戲主機方面 今世代的PS5 就以黑白色為主色調 跟之前提過的設計都幾大分別 設計又未來這樣 有人就笑他像一部PS2 再加兩張A4 紙 我個人覺得還好啦 反正這部主機最後都是入櫃的 我自己對我那部PS4 的外型都不是太記得了 今次主機就有分有光碟版和全數位版 步入新的世代,不同地區的朋友都有不同的習慣 加上數位版的流行,需要光碟位的玩家就好像變得越來越少 另外一部主機其實在之前都有推出過沒有光碟位版的輕量版 估計價錢方面都有不同的定位 而且就產品圖片去看 如果PS5 的光碟和現世代的Blu-ray 一樣大 再加上手掣比例 相信PS5 都相當大部 同主機同步公開的還有今次的周邊產品 包括一個媒體控制器,方便大家用其他Multimedia App 其次主機推出還有兩大配件 包括高清Cam 和Pulse 的耳機 亦有推出PS5 的版本 功能上有什麼特別呢? 今次發佈會就沒有太大資訊了 發佈會的重點就是未來遊戲 在這個主題下,大家都會期待到底今次主機有什麼吸引的大作 之前流出的38 款作品,又是否真的可以當沒看過呢? 就像剛才所說的,發佈會第一宗新聞就是GTA 5 還要不是重製,是一個高畫質的移植 老實說作為玩家是會失望的 不過我們不能就這樣放棄 你看我今時今日都還未放棄 Xbox 就知道 一個遊戲玩家是要有堅持 發佈會其實都有不少,大家一眼看下去就知道 這遊戲不一定要賣了作品 首先要說的就是PS世代一款很革新的遊戲 Spider-Man 為什麼我會說它是革新呢? 老實說,以往看到的動漫IP 無論是日本也好,歐美也好 基本上大家一看到是知名IP 都有定心理準備 覺得這遊戲好玩極有限 而PS4 的Spider-Man 就為眾多的玩家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你說它的遊戲性是不是世界頂尖的級數? 老實說它與神作都有距離 但遊戲的玩法、分鏡、節奏等等的元素 已經由陪襯的級別提升到好玩的級別 令到以往只是買粉絲市場的作品慢慢轉向 連不少遊戲愛好者都大讚這遊戲好玩及吸引 今次遊戲主角就完上集的伏線 由 Miles Maroros 擔任 也就是之前動畫電影跳入蜘蛛宇宙的主角 我在PS的Facebook Page 見到有人說 哎呀!主角用黑人?哎呀!你不要這麼政治正確啦! 我心裏突然有一個想法 就是將它玩多次上集的遊戲 下一款作品當然就是GT 以真實地見稱 今次的遊戲光源、天氣系統 亦都相對緊貼PC的級數 畫質在家用機來說 可以說是其中一款最能夠表現到次世代主機機能的遊戲 影片中一眾老玩家最喜歡的GT Town 模式亦都再次出現 相信PS派別的賽車玩家又可以再戰幾年 要數大作的話 我想大家都會想到Biohazard 由年初開始流出 每隔兩三個星期就會流出一次的Village 今次終於見到實物Trailer 遊戲繼承了第七集的第一人稱視角 而Trailer 裏面亦都有一兩段 以上集主角Even 的視點 可以聯想到今集主角都幾大可能是Even Winters 遊戲今集背景去到一條神秘的村落 故事沿用第七集路線繼續發展 影片重點有不少朋友都放在年老的Chris身上 不過都不要講太多,講得太多都口臭 都是乖乖地放遊戲到Witchlist 有Biohazard 有不少朋友都會聯想到三上真思 很多人都叫他做Biohazard之父 但其實除了Bio之外 Dino Crisis、Beautiful Joe、Evil Within 等等都是來自他的手筆 在新世代主機上亦都有他的新作品 Ghost War Tokyo 看影片 就像一部第一身的日式觸鬼遊戲 玩家就要結不同的手印去航魔服藥 而且故事就發生在現世代的東京 感覺就有少少像早幾年的香港電影 《陀地驅魔人》的感覺 將傳統元素再加入現代背景的獨特感 但畫質方面比起其他作品就好像真是殉色了些 不知道你又怎樣看 另外一部我覺得一定要提的作品就是一部Remaster 的作品 雲系的遊戲起源,Demon Souls 有朋友說沒玩過Dark Souls就等於沒打過機 我這些老坑就笑而不語 在Demon Souls 面前 Dark Souls 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級別的難度 Demon Souls 的關卡設計 簡直就是挑戰人類的極限 今次的重製版就不是由Software 處理 就不知出來會不會是另一種味道呢? 又或者最尾是不是掛羊頭買狗肉呢? 這個就大家期待一下 而我個人而言,整晚我最期待的作品就要數 Horizon Forbidden West Horizon 系列故事就發生在未來 講到世界被戰爭完全破壞之後的新世界 世界一面人類就過著一些原始的生活 但同一時間機械亦都成為新世界一個極其重要的元素 兩者交錯就成就了一個引人入勝的全新未來面貌 新作內加多了潛水的要素 亦加入更多不同的機械史前動物 甚至乎有東方龍這類神話生物的形象 女主角 Aloy 和他的招牌弓箭都依然存在 影片就未見到新作系統又或者戰鬥上有沒有什麼新的元素 但環境、畫質、機械設計上都有不少的吸精位 希望今次的作品出來 可以跟前作一樣令人印象深刻 其實昨晚的發佈會還有其他遊戲的作品 例如Hitman、Little Big Planet等等 但我自己比較偏心就是剛剛那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話 你都可以去到詳情 我會把原本的直播連結放在裡面 主機就介紹完了 遊戲都提完重點了 有不少朋友由主機又流出消息到現在 最常問我的問題就是 起自覺你覺得今次PS5 充不充手輪好呢?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針對個別的原因或不同的準則去決定 不如今天我就抽少少時間和大家去分享我的看法吧 作為一個都佈入三字頭的遊戲玩家 由佈入社會到今時今日 我都大大話說買過4、5部遊戲主機 就橫跨了PS3、PS4、Xbox 360、Xbox One、NS 的年代 手提機就不說了 所以在搶手輪貨方面 我可以說是相當有經驗的 如果你本身有PS4 又是PS4 Pro 的玩家來說 除非你是工作需要 否則我是非常不推薦大家充手輪貨 老實說 由最初流出消息到今時今日 遊戲作品的吸引力在於我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再加上不少期待度高的作品 例如《對馬戰鬼》、《Cyberpunk 2077》 又或者是《The Last of Us Part II》 已經宣佈了會有PS4 的版本 如果你不是因為工作因素 其實你都不用搶著玩新IP 其次如果你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話 你應該知道 絕大部份的主機在剛剛推出時都會有過渡期 遊戲的大作就會同時推出現世代主機的版本 以及新世代主機的版本 有部份更加會先推出現世代的版本 取完你一輪吸血了 再推出新世代的版本再吸多次 所以基本上你都不需要太擔心新機會沒有遊戲玩 只要你不介意它們可能不是全新的作品就可以了 其次有不少朋友期待的向後雙容功能 今次官方隻字不提 可能是因為主題是Future Gaming 又可能是因為大家對向後支援幻想得太多 一直以來有不同的消息只是提到PS5有向後支援的能力 官方沒有實言實次提到向後支援在PS5是一個預設的免費功能 其次玩家亦太理所當然地認為 向後支援就是將一些舊的遊戲直接塞到新的主機就可以玩到 Backwork Compatibility 只是表示主機可以相容相關遊戲 並沒有講過今時今日很多玩家所理解到的 PS5 可以玩到PS3 或PS4 的遊戲點 這幾個月我真的聽到很多不同的朋友有這個誤解 Xbox 的這方面處理方法是其中一個方法 不代表每一間遊戲廠都會用這個方法去做 如果你是有這個理解的話 這一點你真的要好好反思和想清楚 如果你說你沒有PS4 或沒有 Pro 機 和主機市場已經脫節了一段時間 你好沒有充手輪呢? 在這個觀點我可以引用 Switch 推出時的影片 主機充手輪如果你是潮流愛好者 要來買來打卡、威、炎耀的話 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但如果你作為一個使用者 我覺得你更加應該想心一層再反省想多次 以下的說話只不過是自己的個人經驗 不代表PS5 或XSX 有百分之一百類似的情況出現 以前無論你買哪一部主機 首輪的Item 都是非常容易出事 例如PS4 推出時的橙燈、彈碟、360 的 Ring of Death Switch 的接觸不良及 Analog 問題等等 每部主機在推出時都有不少不幸的朋友中招 最慘的就是當你是第一批出事的人 你根本無從求助 上網又找不到方法 沒錯主機是有保養 但大熱天時你都拿著主機走出走入 又要放下維修部幾天不能玩 這個風險其實你可以透過等它一陣 等大貨出時就可以避免到 其次就是貨量及炒價的問題 首批主機通常數量都不會特別多 再加上現時疫情影響全世界的貨運物流 不少地方的生產線或物流線都大受影響 出貨量及時間亦有可能受到影響 意味著甚麼?當然是炒價 在Switch 推出時定價本身是2340元港幣的主機 一度被炒到5000大元 意味著炒價的升幅有機會是原價的一倍有多 現時的主機價格還未公佈 但三四千元都應該基本走不掉 吃一倍炒價 然後用來打卡出一個Poser 你這麼多閒錢的話 你不如加入我會員每個月給我400元吧 我起碼每個星期有兩條片可以看到 去到最後 很多人都說我是索狗 但我自己作為索狗 我都有一個問題想問 到底直播設定太差?還是遊戲有事? 為何幾個Trader 中都有非常明顯的Drop Frame 問題? Sony 是新世代主機是否放棄了流暢度換畫質? 這件事之前Xbox Series X 都好像沒有這個問題 你聽完這麼多資料 充不充首播? 你自己決定吧 今集的遊戲情報科就來到這裡 希望我整合資料及消息可以幫到你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及加入會員 我是希治閣 我們下集的節目再見 拜拜